日前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 这起车祸是涉事巴士司机 为该旅游公司出的第一趟团 调查人员还表示 目前该司机已被释放 回到位于加州的家中 接下来将接受问询 犹他州高速巡警已经获取了司机的血液样本 结果尚未出炉 调查人员还将检查司机的证照情况 个人医疗室及旅游公司的雇佣程序 我们将回到我们的研究 确定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时间线 你知不知道 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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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有任何可能的事件 与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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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我们将会做了很多的研究 对这个事件的原因 警方介绍 南加州华人旅行社 American圣家旗下的Freightliner大巴 事发当时正搭载37名游客在12号国道上行驶 前往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 群警表示 当时司机系了安全带 但他认为大巴上其他人并没有系安全带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称 该旅游公司的运营时间很短 该公司目前正配合调查 已提供了所需素材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从22号开始对乘客进行问询 调查人员还将对事故现场 车辆及当时的环境因素做进一步调查 以确定事故原因 据悉整个调查过程可能需要12到24个月 此前的初步调查显示 大巴在行驶时向道路右侧偏移 但司机在向左打方向盘时用力过猛 以致发生甩尾 继而翻车 车身严重受损 酿成多人死伤的悲剧 据悉四名死者 三女一男 全部来自上海 年龄在62至68岁之间 车上29名游客和一名领队 分别来自上海 浙江 江苏 黑龙江等地 国内组团社为上海竹园国际旅行社 为期16天的行程包括 盐湖城 拉斯维加斯和黄石公园等地 中国驻美大使馆也就事件发布声明 介绍事件处理情况 中国驻美大使馆称 连夜派出工作组 驱车到医院看望伤员 联系死者家属 转达中国政府国务院的慰问 配合美国警方 医院等部门全力 开展救治 安置 安抚工作 大使馆还感谢犹他州长办公室 美国国务院 犹他州警察 医院等部门的应急响应 向犹他州两岸三地侨胞 留学生 教师志愿者队伍所作奉献致敬